袁老师 9号华为推出了最新的鸿蒙系统 好多名词都不懂 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的朋友 计算机专家陈金就写了一篇文章 发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风云之声上 标题叫做 鸿蒙操作系统 保障手机生存 在IT领域全面发展 这篇文章从技术和市场的角度 全面解答了群众的疑问 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大意 也欢迎大家去读全文 第一个要点是 华为操作系统开发阵营初步成型 这次华为开发者大会 最重要的一张图 可能是这一张 方舟编译器 已经和45个TOP应用开展合作 这个图上有45个图标 都是重要的手机APP 请仔细看一下 你能认出多少个呢 由此可见 几乎所有的中国互联网大企业都来了 就像电影当中 原本孤军奋战的主角 身边站出了许多同盟军 共抗强敌 扭转乾坤 令人热血沸腾 不过啊 这些APP合作的对象是方舟编译器 那么这和鸿蒙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啊 对于APP来说 编译器就是通向操作系统的核心 开发APP的公司 不需要知道操作系统的细节 但是只要有编译器就能推进开发了 在开发者看来 甚至可以认为操作系统就是编译器 开发者希望编译器可以解决所有的平台问题 让自己的代码轻松移植过去 方舟编译器 就是华为对开发者给出的操作系统接触双口 这些企业和华为合作 用方舟编译器开发 虽然开发出来的APP仍然是运行在安卓上 但其实呢 已经走出了脱离安卓的最关键一步 如果华为将方舟编译器生成的机器码 变成这是鸿蒙OS了 会怎么样呢 这就是最奇妙的事了 这些APP公司什么都不用做 只是把原代码重新编译一下 把新的机器码文件交给华为 就完成了开发 华为拿这些新的机器码 往鸿蒙OS的手机上一放 一个全新的手机生态就出来了 如果有的APP公司不肯 或者没时间 没人力和华为合作 直接编译成鸿蒙机器码 那鸿蒙OS的手机能用这种APP吗 也能用 这些APP有安卓平台通用的APK文件 鸿蒙OS手机上 读这些文件再翻译成机器码 也能顺利运行 只是啊 这种翻译就没什么优化了 性能和在安卓手机上就差不多了 为了让开发者 能够这样顺利的吸引过去 华为要做非常多难度很高的工作 想让开发者更加方便的使用 华为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能让开发者去肯文档 使劲调试啊 为什么APP在新系统跑不起来啊 用的不顺啊 各种bug啊 或者刚觉得摸熟了一些 开发平台又升级改玩法了 如果老出这些毛病啊 开发者就失去信心了 这也是Windows Phone这个系统 失败的直接原因 事实上 这才是华为真正厉害的地方 推出一个手机操作系统并不难 但是能够让别人顺利移植过来 性能还能提升 这个才是真功夫 以前说到红萌OS 似乎啊 就是华为一个公司 和美国的一堆公司较量 现在呢 中国这些互联网公司 明确的站出来了 华为不再孤单 而是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 开发阵营 这么多厉害的公司合作 能够做出多大的事 非常有想象空间 一直穿云舰 千军万马来相见 那袁老师 到底有没有鸿蒙手机呢 华为消费者业务负责人 于成功表示 华为手机仍然在用安卓系统 但是呢 他强调 如果安卓无法使用了 只要一夜之间 现有手机就能升级成鸿蒙系统 这是什么样的技术背景呢 其实啊 对于用户来说 把安卓手机换成鸿蒙 是很简单的事 华为提供一个更新文件 用户下载之后 一键更新 重启之后 手机就变成鸿蒙OS了 各种APP 要么是做了针对性的优化 要么可以解释执行 所以啊 用户甚至可能啊 都没有觉得有太大的区别 可能感觉就是一丝正常的优化升级 只是那45个APP的性能提升了 很多人认为啊 这是华为的吹牛 或者是空乘技 其实呢 从技术角度看 鸿蒙手机开发成功是完全可信的 于成东在采访当中就多次明示了这一点 以下呢 就是一下他的原话 从安卓转到鸿蒙OS 非常快 非常容易 工作量很小 我们未来的终端设备都可以只用鸿蒙就行 其他应用迁移过来非常容易 非常安全和可靠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操作系统设计专家 最牛的人 我们有面向下一代的领先的架构师设计师 可以一夜之间所有手机都升级到鸿蒙 这些话并不是说开发很容易 而是说开发基本完成了 搞开发的一看就知道他在说什么 是说艰苦的平台开发工作已经完成了 后面的开发就容易了 如果只是搞了些测试开发 就不可能这样说 有些人可能会说了 没有鸿蒙手机的实际演示就不信 这很简单 华为很可能会在市场推出鸿蒙手机来试试水 在适当的时候会发布出来 在发布之前 保密也是手机公司的常见逻辑 舆论越是说鸿蒙手机是虚的 真拿出来的时候 冲击力就越大 华为的安卓手机在市场上非常成功 所以安卓哪怕在技术上不如鸿蒙 也是一种市场安全的选择 对于公司来说 技术是为了市场服务的 并不是说技术先进就要用 而且从技术本身来说 鸿蒙的先进是一种理论上的先进 虽然在一些APP上进行了验证 但是时间很短 存在相当多的未知因素 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测试 和海量用户的长时间的使用 才能够建立完全的信心 华为手机有很多种机型 如果全都立刻换中鸿蒙 上市销售 那风险实在太大 如果鸿蒙手机很完美 销量不错 那自然是好 但是要是大密集的出bug 这个可能性不低 那口碑就会出问题 热讯群众可能会说了 我们支持华为 给机会 让华为升级 出bug也愿意用 那是死忠粉的心态 不是市场的玩法 我们还是应该尽量不出事 用有把握的系统 实现有把握的销售目标 我们的技术先进在哪里 未来前景怎么样 我们首先要确认一点 鸿蒙不是从Linux改出来的 之前有些人声称 中国公司没有能力 搞自主操作系统 只会改开源的代码 所以搞出来的一定是Linux的变种 是红内核不是微内核 其实鸿蒙的代码陆续会开源 核心的代码只有Linux的千分之一 这无疑就是微内核 核心的代码这么少 会带来很多好处 就是新闻里面说的安全高效 做到跨平台也容易 因为这些核心代码 本来就是所有平台通用的 所以才这么少 但是核心代码少了 知识系统代码就多了 以前红内核的系统 很多功能在系统里面就有了 而在鸿蒙系统里面 就需要开发者自己来写了 比如对某种硬件的支持 以前是核心进程 现在要重新写 当作用户进程 加载到鸿蒙操作系统里面 这些开发工作还是很麻烦的 非常的专业 鸿蒙的微内核架构 的确有优势 但是要让这个架构跑起来 还需要按照鸿蒙系统的开发规范 把相关组件都开发出来 只靠华为自己 不可能实现鸿蒙的巨大的潜力 需要广大的开发者 都来积极参与 不要只盯着手机 鸿蒙可以在整个IT领域全面发展 IT业可以和几乎所有的行业联系起来 软件的平台多种多样 嵌入设备 远比手机的数量多得多 以后物联网的设备 数量就更多了 这说的是下一代IT应用的事 华为搞着搞着就深入到整个IT的根基了 所谋者大 电视和PC服务器等领域都可能发生大的变革 在这些变革领域更加适合让鸿蒙发挥作用取得大发展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鸿蒙系统对于中国手机开发的意义 如果鸿蒙手机上市了 相信会有很多人去积极的试用 但是手机领域有自己独特的逻辑 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 不能因为爱国热情 或者对于美国打开的愤怒就影响了判断 如果要求鸿蒙在手机上替代安卓和iOS 那么这并非鸿蒙的优势所在 华为手机的市场份额要超过苹果和三星 这个才是正确的目标 对于这个目标 华为用安卓系统来实现是更加合理的 仅就手机应用而言 安卓和iOS已经基本够了 安卓和iOS的问题是不容易扩散到其他硬件系统上去 在这方面是不如鸿蒙 手机改用了鸿蒙 就算有性能优势 用户也不会太关注 手机发生到现在 生态比系统的性能更加重要 安卓和iOS的生态 因为历史的因素是非常强大的 中国公司如果不能用安卓了 那么有能力用鸿蒙建立生态 这是一种生存型的生态 目标就是生存 现在可以说有把握了 这种保障能力就是鸿蒙系统 对于中国手机最重要的意义 这是中国由华为领头的许多公司 集体达成的重大战略成就 值得大力鼓吹 高调宣传 这个成就可以震慑美国 让它放弃对于中国手机的极端打压 如果生存没有问题 那么中国公司并不需要去挑战安卓的生态 正常的逻辑是与全球的公司一起 丰富完善安卓生态 中国公司也能从中收获巨大的利益 这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必须坚持 不能说用别人就不行 应该把安卓生态理解成业界共有的成果 不是谷歌这一家独立发生出来的 不应该执着于将鸿蒙手机系统推向世界 只要中国手机与中国的APP 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越来越高 就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如果坚持要推鸿蒙手机 就反而有损这个目标了 鸿蒙手机肯定会出来试水 热心的群众也一定能够等到 但是心态要放平 自己用鸿蒙手机如何的自豪和开心都行 配合华为测试找bug也很好 但是你不能说不用鸿蒙手机就一定是错的 如果有更多人选择鸿蒙手机 那它自然会发展出来 如果鸿蒙手机在海外发展不顺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不高 那么也不需要失望 鸿蒙能够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中国的公司们团结一致组成了开发阵营 这本身就是一个大好事 这应该是中国公司面对中美贸易战的重大冲击 通过慎重的思考实践形成的姿态 如果美国想在某个地域搞死中国企业 中国公司会爆坛找到办法生存 而且会不断增强这种生存能力 同时 中国也愿意和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 世界优秀企业合作 以开放的姿态 在全球企业建立的生态环境中 努力争取市场份额 在将来 中国公司希望能够主导建立下一代 更强大高销的软硬件生态系统 让世界各国企业与用户都来参与 让中国的研发能力更好的造福全人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